張華縣政府11日公佈新增1089例確診個案 居家隔離人數2842人 縣長王惠美與衛生局長葉彥博 向相親報告最新疫情情況 第一次打到第二次就要有四星期 第一次打到第二次要有四星期 如果針對8類的免疫功能不全的還要四星期 這給基礎加強劑 但是一般人第二次打第三次要經過三個月 12週要經過三個月 第二次時間要到第三次要有三個月 65歲以上是有達到我們打第四季的人 中間還要再間隔五個月 所以間隔五個月之後才能打第四季 我們65歲以上的長輩 有的是到最近才到五個月 所以我們會陸續跟大家安排做疫苗的施打 常態的流行區大概就是千分之一左右 所以理論上在1200、1500這個狀態 大概就是常態流行區 我們現在今天1000出頭已經進入常態流行區了 接下來我們大概可以期待 所有的區線會跟著1000到2000這個當中在上上下在波動 也就是我們講的常態流行區 現在感染人數累計已經到15.75了 其實我們每年流感在一年的流行裡面 也差不多是兩成三成的人感染 所以我們說這個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實際上是要走流感化 之後像流感這樣的話就是只做重症的通報 我們平常大概也只有做類流感的監測 你可以看到這區線前面比較快 到了上禮拜開始開始要緩和了 這也是一個常態流行的一個狀態 黃縣長宣布 目前已開放預約接種最新的NovaVC疫苗 民眾需先確認符合疫苗間隔規定再預約 另外民眾在接送路徑輕流時 也請參照防疫車隊防疫規範落實防疫措施 公益頻道張華雲 彰化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